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艺 提供足以助记的奋斗时机,吸取经验,建议学习成长 一直是台湾演艺制作人物制的主轴精神 副总统吕秀莲女士,不但是台湾第一位女性副元首 她的一生写下许多第一的记录,包括求学录以第一名毕业 再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台大法律系,台大法律研究所 台湾的女权运动更是由她开启先锋 出生在传统年代的传统家庭,拥有许多传统女性的家世特长 但吕秀莲却怀抱当女法官的梦想,最后甚至走上政治路 攀阅仕途巅峰 这集吕秀莲前传,我们获得吕副总统亲自口述传记 但也由于美丽岛事件发生的时候,她许多个人的物品照片被没收了 因此转化电视影像的过程并不容易,也更显弥俗珍贵 想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台湾第一位倡导女权运动的新女性 如何当上台湾第一位女副总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44年6月,日本结束统治台湾的前一年 吕秀莲出生在桃园市 父亲吕石生,原本从事海产批发生意 后来改卖猪饲料 母亲黄秦,负责采购天货 还得兼顾家世,相当能干 吕秀莲的大姐吕秀蓉长她14岁 二姐吕秀卿,大她十岁 就连唯一的哥哥,老三、吕传胜 都大她八岁 身为家中最小的妖女 吕秀莲一出生就备受疼爱 出世了,整个月 学生一定会受疑的男孩 我妈妈就那时后说 如果说小孩要甭买 brute 就是没有拖 没拖时要扛七爪 拖棍子这样就会被拖 我拖子,找她発敖兵 去拖赖子 拖子后拖去 放在家裡的水貼 這樣還要洗的水貼 說得比較大 當鎮上鄰居還住在桃角處的時候 呂石生在桃園中正路上的店 已是專造的兩層樓建築 家庭經濟不愁吃穿 不過父母親還是有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 也因此已經有三個女兒的呂石生 一度打算將妖女呂秀蓮 賣到別人家當童養席 聽她說是大人要賣掉 我真煩惱 真不甘 聽她說好像名字在九點 她在台北的人要帶她來看 要把她的生活賣掉 我那時候早上七點多 剛 你看突然久了 就起來了 我起來的時候 趁突要把我家家家家家家家大 我到最好 我跟他搬他也不好了 搬去奧队 走去到鎮鎬的地方 去我們萬古 萬古城鎮鎬的地方 我告訴我 我把牌子去 還帶去的時候 台北買他就快 等那麼久就 等不住了 搬去走 搬去 搬去不去買去 沒有被賣掉的呂秀蓮 在成長的過程中 一路以哥哥作為榜樣 哥哥呂傳聖 口才好 從小就是岩漿比賽的常勝軍 才五六歲的呂秀蓮 也喜歡說故事 給左右鄰居的孩子聽 讓他從小就贏得了公姑姓的稱號 台灣學的房子都頂上 到夏天的時候 昨天又是小孩子 老人家一大堆 大家都牙醫條坐在那裡 也沒有電視可看 就說講講話聊聊天 因為我哥哥跟我姊姊 他們就有習慣在我晚上 會講故事給我聽 我就搬出來講 結果他就很愛聽我 所以有一個歐巴桑 我叫阿恩 他就說這裡公姑姓 所以以後看到我公姑姓 公姑姓就這樣 我當時 我當時 當年的館長選舉 還有其他選舉 很多候選人 都叫我去駐台 我當時 國中台航 就去駐台演講 我想到 在台下看到我 我在駐台演講 他也要搖 所以說他搖 他跟他靠台表比較好 就讀桃園博校的呂秀蓮 不但課業成績總是第一名 甚至連老師請假 都是由呂秀蓮幫忙代課 是班上公認的小老師 小學五年級時 哥哥考上了第一志願 台大法律系 這讓當年才十一歲的呂秀蓮 也好強地勵志好學取功名 凡是都想拼第一的呂秀蓮 果真順利考上北一女 當年全桃園只有六位女學生考上 因為得通勤上課 呂秀蓮每天清早四點多就起床 趕搭五點半的第一班火車 這時期的他 開始對英文產生興趣 而且結交外國筆友 顯英文性 最高紀錄曾經同時結交九國的筆友 由於他的人生目標 總是以哥哥為榜樣 看著哥哥通過法官和律師特考 這時呂秀蓮也放棄早先 想當女醫師的念頭 決定追隨哥哥報考法律系 因為在日本統治之下 法政不讓台灣人學 所以優秀的台灣人都去學醫 那理所當然的 我媽媽也是說 你的阿爸做醫生 我好好的 怎麼會醫生 可是有一天我發現桃園市 那時候叫桃園鎮 已經有女醫師了 那我就說這樣不不遺憾 那現在不只有一個人而已 不過我要做No.1 你要做第一個 對 已經有女醫師了 沒遺憾 我就說好像沒有做法官了 剛剛我哥哥選的也是這樣 他大三就考上律師 大四考上法官 所以在當地也是穿著 哇不得了的一個年輕人 我就跟著他走這樣 我就下一次就說 反正我哥哥會的 我也要拼他 讓你們知道說 女生沒有什麼不對 這個意志讓我 每一樣都要拼第一 於是還穿著綠色高中制服 才高三的呂秀蓮 報名參加資格檢定考試 而且還輕鬆地通過了 國文、三民主義、歷史、地理 第一階段的基本科目測驗 考試對呂秀蓮來說 向來就不困難 1963年 19歲的呂秀蓮 以433分的高分 成為台大法律系司法組狀員 大學時期的呂秀蓮 還是一貫的成績優異 而且氣質出眾 因為是班代表 所以經常帶活動 還主辦過期末舞會 只不過個性保守的她 知不在交友娛樂 而在念書 大賽那年 跟著哥哥的步伐 呂秀蓮也報名法官特考 但出乎意料的 考場不曾失敗過的呂秀蓮 竟然嘗到生命中第一波 也是唯一的敗機 大三大四連續兩度 參加司法官高等考試 都名落孫山 我從高三就開始考檢定 北域尼的時候 穿著北域尼的制服 我就跑去考高等檢定 那檢定人如果通過 就等同大學畢業 所以我這樣三年 幾科幾科這樣評價 所以我大三就可以去考法官 因為我哥哥也是大三考上律師 所以我跟他一樣不服 結果拜在哪裡 他就說我國文57分 那時候就說不管你成績多好 只要國文沒有60分 就算不及格了 那我57分 我非常不服氣 因為我平常做文都很棒 所以我就寫信 給當時的監察委員陶白川 我跟他公訴說 這個選舉制度一定不公平 能不能幫我去閱讀 幸好隔年 1967年 呂秀蓮恢復長勝軍本色 抱走了台大法律系書卷獎 光榮地從台大畢業 接著他進入大眾日報當記者 跑了三個月的外交新聞 卻在這個時候 父親因為氣喘撒手人寰 悲痛難熬的呂秀蓮 於是重新回到書本中 尋找寧靜的力量 他瞞著家人報考台大法律研究所 同樣地再度輕易榮登榜首 研究所時期 呂秀蓮學業春風得意 愛情也開始萌芽 喜歡教筆友的呂秀蓮 透過書信 認識一位正在法國 攻讀外交博士 同樣畢業於台大法律系的學長 為了這段遠距感情 研究所才念了一年的呂秀蓮 憑著優異成績 申請到獎學金 打算遠赴荷蘭攻讀國際政治 並且和學長會合 台灣的這一段 呂秀蓮敢辦歐洲簽證 歐洲的那一段 學長提前從法國出發 準備到荷蘭阿姆斯特丹 迎接呂秀蓮 沒想到在這個時候 台大校方通知呂秀蓮 還獲得了可以赴美留學 即受校方重視的李氏獎學金 這時台大校長錢思亮 和所有教授都力勸李秀蓮 放棄歐洲獎學金 改到留學主流的美國深造去 我出國的時候 因為是得到台大最高的榮譽獎學金 李氏獎學金 那是一個在紐約的華僑巨子 他每年提供台灣跟新加坡 非常優厚的獎學金 全校畢業只有一名 所以能夠得到獎學金 還要是前世上的校長 親自組織比試口試選出來的 所以那個很高的榮譽 於是1969年秋天 呂秀蓮帶著師長的祝福 前往美國伊內諾大學 因為沒有辦法電話聯絡 已經抵達阿姆斯特丹等候的學長 只好任他獨自一人在火車站 等了一星期 分出地球兩端的兩人 再怎麼牽動 依然無法聚合 只好繼續各自的人生旅程 而第一次出國的呂秀蓮 到了美國 學會獨立生活 也學到了思想自主 他是非常聰明 和人也很好地 那時候在中國同學會 常常辦同樂會 同樂會 都是有吃飯 有跳舞 但是我去呂秀蓮 很多都很有創意 隔年1970年暑假 呂秀蓮決定走一趟歐洲之旅 順便再見學長一面 只不過長達80天的旅程 灌溉成長的 不是愛情的種子 而是他的台灣意識 那位學長 很乎很乎很乎 所以就是老闆 他在學生 我那時候的感覺就是 他的講話還是什麼 都很自信 很自我輕盈 當然在辯論的時候 也是很聰明 他看得出來 他的那個Logic 就是說他的體力 邏輯性很強 你知道嗎 算是他是很雄變的一位女性 那個是 那個時候在台灣 這個流行是很少的 真的 所以他應該第一次 都會給人很輕的影響 1970年代 是美國婦女運動的高峰期 女性主義 成為社會輿論 校園刊物的主流議題 深刻地影響了呂秀蓮 對兩性的思維 1970年底 華人留學生在芝加哥 發起保衛釣魚台示威遊行 呂秀蓮也是激情吶喊 抗議的其中一位 他 真有台灣的意識 所以說真的 因為如果要離開的時候 那時候他離開的時候 那時候 好像有 中國同學會 我們那時候 就都讓中國同學會 所以台灣留學生 但是那時候 用中華民國 都中國同學會 慢慢之後 就是說 有很多對國民黨的所作 就不滿意了 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會記得台灣同學會 他是發起人之意 1971年 27歲的呂秀蓮 順利取得 伊利諾大學 比較法學 碩士學位 也同時申請到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獎學金 準備繼續攻讀博士 這時 母親思念女兒的眼淚公使 讓呂秀蓮 不得不中斷求學路 回到台灣 歸國後的一份工作 是在行政院法規會 每一天我要看的稿 很多很多 可是 只要是呂秀 就是呂副總統 他交出來的稿 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 他分案之後的 辦理速度最快 他速度很快 他寫的東西 大概寫出來的 都用手寫的那個時候 他字寫得很大 可是他寫的這個文字 文筆思路法理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幾乎 我是很挑剔的人 他是我們法規會裡頭 比較特殊的一位 那個時候我們同仁裡頭 拿出來的東西我不改的 對呂秀蓮優秀表現 留下深刻印象的承住模 還邀請呂秀蓮 到他兼客的東吳大學演講 我看他來的時候 這個黑板上還掛圖 還怎麼樣 那個時候沒有所謂的 PowerPoint 但是 等於是現在的這種掛圖 一個一個講 他講完了 他說 覺得整個說 Excellent 非常好 非常好 他也這個受到相當的 相當的鼓勵吧 自信吧 他在講女性主義的時候 我覺得 他希望能夠讓女性的才華 能夠洋溢出來 所以可以看出 他是很有自主性的 一個女性 非常強烈的希望 他的主張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同 基於對兩性議題的見解 呂秀蓮在聯合報副刊 投稿了一篇 提名傳統男女角色的文章 引起廣大迴響 接著演講 專訪 邀約不斷 漸漸打開知名度 呂秀蓮成為台灣婦女運動的第一人 卻也招來味道人士的辱罵 甚至連情志單位都盯上他 提上婦女運動 常常上電視辯論等等 可是也受到很多黑寒打擊 那我也辦了很多活動 結果黑手都介入了 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 這個所謂調查局的要別 無所不在 後來弄一個出版社 叫托方澤出版社 出了一系列婦女 美術一本不到兩個禮拜 通通被查盡 那時候沒有接觸政治 無孔不入 就是要掌握你的一線一線 然後最後他可以解釋 你的思想有沒有很正啊 所以後來就我的心理性主義 寫成一本專書 在要求申請著作權的時候 就被打回來 所以我提上心理性主義 是傷風敗俗的 不亂講 那個思想牽制 你去年不是因為政治人物 成為政治人物以後才出名 他在女權運動上很早就很出名 那時候他才二十幾歲而已 我跟張俊宏去看他 結果張俊宏就跟他激烈辯論 在關於女權運動的問題 所以張俊宏後來他就跟他談過以後 就回來在當時的大學雜誌上寫一篇文章 很有名的文章 張俊宏文章裡面很有名一篇 說高跟學還需要再墊高嗎 哈哈哈哈 呂秀蓮這名字 儼然成為台灣新女性的代名詞 那年呂秀蓮才三十歲 人生正青春得意 卻也意外發現 罹患了甲壯腺癌 婦女運動讓呂秀蓮在台灣社會 漸漸打開知名度 但她樣樣第一的生命歷程 也開始出現波瀾起伏 不僅是驚險的治愈甲壯腺癌 她具有批判省思的言論 也成為情治單位注意的目標 接著呂秀蓮到哈佛 進修第二個碩士學位 但就在她的故鄉桃園 因為縣長選舉 引發中立事件之後 呂秀蓮選擇放棄學術 回到台灣踏上政治不歸路 在經歷美麗島事件 五年多的牢獄之災後 她浴火重生 選舉之路勢如破竹 先後當選立委縣長 最後榮登兩屆副總統 繼續這個單元 我們來看看呂秀蓮的政治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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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仅三十岁 活药社会 也让女性运动代言人的吕秀莲 在一次健康检查 意外发现罹患甲状腺癌 突然去健康检查 说我甲状腺有问题 那最后就证实说有癌症 我当时也是有点情偏僻 那时候三十岁 奇怪 那时候上帝背叛我 当时这样认识 说我才三十岁 但他说得癌症 都心里觉得说大概完了 开完刀以后还好 因为甲状腺上面是附着的 这个生代 他说声音没有受影响 可是也有一些人就开玩笑说 你如果没有声音 我们台湾的男人多高兴 因为我有声音的话 又要骂他们了 1974年 吕秀莲在三军总医院 接受开刀治疗 顺利治愈 马上又投入妇女运动 但也因为受不了 情治单位长期盯烧 1977年 吕秀莲决定回美国 到哈佛大学攻读第二个法学硕士 这一次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就顺利拿到文凭 还申请到研究奖金 能够继续攻读博士 只不过这个时候的他 犹豫着该继续走学术路 还是回台湾从政 最后指导教授孔杰荣的一席话 让吕秀莲决定回到家乡 踏上政治不归路 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 当然也是一心一意说 我应该把博士学位读吧 再回来 可是我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 刚好孔杰荣是我的指导教授 他就对台湾中国问题 这是他的专业之意 所以他写很多的研究报告 那我都读了 我就感觉到说 好像美国要放弃台湾了 我就心里非常不安 所以我就跟他商量 他那时候刚好给我 另外一个奖学金 可以继续念 那我说我还很感觉到 台湾需要我 因为马上台湾年底有选举 我以为他会阻止我 我说你书读好就好了 年轻人 他跟我讲说 为什么不回去 他说你回家的话 你可能会有个人 但是你会在这里 他会不会有个人 1978年10月 34岁的吕秀莲参选国大代表 顶着哈佛法学硕士的光环 演讲主题全锁定在 台湾前途议题上 吕秀莲备受瞩目 但出乎意料的是 选举前11月16号 传出美国和中国建交的消息 巨国花燃 政府立刻宣布 停止所有竞选活动 增额明代选举延期举行 吕秀莲的政治第一站 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 就这么画上句点 但选举过程 他的政见充满了对政府的批判 也因此被归类为反对人士 当党外反对人士 创办美丽岛杂志 鼓吹理念时 发行人黄信介 社长许信良 找上了吕秀莲 担任副社长 我当社长 当时当吕秀莲是有名的才女 我讨厌一些才女 可是她的批判非常坏 可是黄信介对她很好 因为我讨厌一些人 我喜欢有财气的人 所以我贪污她 所以黄信介建议找副社长 她建议你修莲 另外她的弟弟黄天夫 我欣然接受 别人都反对 我都很高兴 让你修莲来当副社长 1979年12月10号 世界人权日 党外人士在高雄 发起世界人权大游行 但游行队伍的四周 被震报部队包围时 参与民众开始出现骚动状况 为了稳定现场群众的情绪 吕秀莲临为寿命 站上讲台 讲的是她最拿手 也最关心的台湾前途问题 只是这短短二十分钟的演讲 让她在军法大审中 付出了十二年有期徒刑的代价 戒严时期被视为涉嫌叛乱的集会游行 一律与军法审判 按照惩戒判乱条例二条一 是唯一死刑 加上七十二岁的老母亲 因为摔伤而过世 这使得吕秀莲陷入人生最低潮 电视的中午 脱条新闻说 吕秀莲被逮捕 哦 气急的 我怎么这么混乱 当时最 最凄惨的是我妈妈 我妈妈身体 年纪也大了 身体也不好 他经到那个刺激 跌倒 跌倒 就这样滚 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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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法家 我姓姓姓 他叫修阿 滚手 心房 气所 那种感 要入地心 要不破坏 我妈妈就往生了 桃園的分局突然打一个电话 说你妹妹出事了 他们一听到说 明天妈妈要出兵 突然半夜 接到警方的通知说 你妹妹出事 还有什么事情 哇 他们以为是要来收拾 哇 终终奔起来 那奔起来 那奔起来的时候 我自己已经哭声一塌糊涂 他们看了我 就忽然大喜过望 因为他们以为是我完了 接着下去 一望跟他讲什么 条件通通答应 就明天不要回去等等 只要我妹妹还活着 我们就很满意了 所以他用这种心理战事 很可恶 就是不让我回去 那当然我这样非常 非常丧心 而第二天我真的 我算是在九点钟出遍了 我就很贵 没能回家为母奔丧 成为人生最大遗憾 但这个时候的吕秀莲 自己也活在死亡的阴影中 我去探监了 我印象很亲 第一个就 我现在就 好感 你是不是说 我的梦子 你不敢做好 你怎么会问这个 我建议里面 他就说 你们是死亡 你个个已经 替你做的梦子做好了 叫我前一个 死刑的同意书法 个个你梦子做在那里 我怎么有这种事 再听多了 不然这样 看了我一遍 我一遍 就说 穿在死亡 那时候 就要不想 他说 他说 他们这些都要枪毙 看他起诉书 也是二条一 唯一死刑 面对可能的死亡判决 吕秀莲在军阀審判前一天 利用塑胶脸盆的避免 一字 一类地写下 最后陈述 留美哈佛硕士 因为一场演讲 被判了十二年徒刑 吕秀莲的遭遇 引起国际特赦组织重视 发起救援行动 他们将一张吕秀莲 和蒋经国一块切蛋糕的合照 设计成一万五千份 因法德不同语言的明信片 从世界各地寄到台湾总统府 要求释放吕秀莲 1985年 在狱中待了五年又四个月的吕秀莲 因为甲状腺癌复发 终于获得了保外就医 提前开市 结束一千九百三十三天 黑牢的日子 出狱后 吕秀莲收拾行囊 远走美国 拜会所有曾经救援过她的国际组织 也开始和世界各地的妇女团体 建立更紧密的友好关系 1992年 吕秀莲重批战袍 以民进党籍投入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 特别请到国保大师张杰 为她画莲花、书法、提字 成为竞选时独特的识别标志 这一次 吕秀莲以第二高票当选桃园立委 同届民进党共当选五十一席 被视为反对阵营的一大胜利 只不过从不跑红白铁的吕秀莲 终究无法适应台湾独特的明代文化 李秀莲那时候 她曾经当过一届立委 她第二次没有竞选 没有竞选 我想这个当立委非她所藏 最主要是 你知道台湾的立委那种 需要跟地方那种周旋 需要像婚上喜庆 人情世故 我这个东西不是李秀莲所藏 所以李秀莲当一届以后 就不再参选 我对立法院的那个问 我非常不敢连交 我还很记得就是神 我们的健保法 那其实是昏天的暗地 都是搞错半夜三更在选 那就大家都睡成一大五 那时候神陆雄领军说 你们都睡你们都睡 该表决的时候 我说赞成我就几拍子 你们都跟我赞成 反对就反对这样 我就觉得很荒谬啊 我说什么立法院省啊 法案是这样 就这么重要的法案 所以那天结束的时候回家 我就跟我办公司讲说 不干了 我说太违背我的良心了 我就这样不干就不干了 幸好 李秀莲的国际事务常财 受到赏识 1996年 获李登辉总统阎兰 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但真正的机会是同年11月21号 桃圆县长刘邦友突遭枪杀 需要补选县长的时机 当时我当主席就激励的坚持 我说曾招李秀莲 以他的这个学历 以他的才华 一个才女 我认为曾招李秀莲选 是最有可能赢的一个候选人 所以我坚持主张 就是不用经过什么党内的初选程序 就直接征召李秀莲 那我在民党中上讲 如果李秀莲选输 我负责 我辞职下台 有一次他面对广大的群众 几千人的一个场面 他说 他说 高兴兴 你知道我没什么 对不 大家说 对对对 小声的反应 但是我对手 我对手是金无 对吧 对对金无 他说 大家会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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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没怕 我没怕 我没钱 把金无对写 我没怕 他说 但是我其实只有钱 对吗 他说我的支持者很优先 对不对 结果 大家都 也是很惊讶的 虽然不敢说 对对对 虽然不敢这样讲 也表示接受 表情上就表示接受 表示接受 不不哭 大家这样讲 这很轻功 桃园的政治生态 长期由南北轮流执政 而且蓝大绿小 没有宗亲派系的支持 这位民进党女战将 依然赢得选战 当选县长 而一上任 马上面临的是 延荡已久的 中立垃圾大战考验 民间政府是持续的 不是说民进党做 国民党做 事件起因于 中立市的垃圾掩埋场 已经达到饱和 还未能封场 导致中立市民群起抗争 包围垃圾场 不让垃圾车进入 和垃圾车司机 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 长达一个月的时间 桃园的垃圾没有人收 无处可到 臭起熏天 吕秀莲不断的和 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 台北县长油亲协商 寻求外援 终于火速地 构立新建 新的垃圾厂 同时在中立工业区 新建全台第一座 公有名名的大型焚化炉 终于解决中立垃圾事件 你保证 你证明一千吨清除掉 我再给你一个一千吨 随时奉陪好不好 好 你就给我出去一天登看看 大家都能做 不啦 那这样就对了 你现在跟他拖招 我说不意义 我不知道你签这款 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老实说 陈水托先生工人撒谎 吕秀莲的能做 敢为 让他在1997年正式的 县长选举当中 再度高票当选 1997是民国86年年底 那是全台湾选 全台湾县长改选 那么民进党又继续征召李副总统 结果李副总统同样的 如秋风扫漏夜 很短时间之内 又是得到百分之五十六点多的票 很光荣的当选 那么这个记录可以说空前绝后 两千年 两千年 李秀莲还在桃园县长任内 或陈水托邀请搭档参选政府总统 政治选举中 从未尝过败机的李秀莲 果真再度创造他生命中的高峰 成为台湾第十届 第十一届副总统 总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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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台湾第一位 女性副总统 多数人见证过李副总统的政治实力和执行力 认同她的表现超越十下女性打败男性 其实贴近李副总统的亲友们都知道 私底下的她相当有传统女性特质 不但拥有一手好厨艺 品尝过的人赞不绝口 她还会刺绣 勾毛线衫 做皮包 脱鞋 甚至能够写小说 而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在她坐牢期间所完成的 尤其是探讨两性关系的小说 这三个女人不仅反映李副总统对婚姻的观感 后来还搬上荧幕拍成了八点档连续剧 真实的李秀莲在政治之外 还有精彩丰富的文学造诣和外交活动 继续这个单元我们来看内在的李秀莲 中文字幕 李秀莲 李秀莲 他也要做这个女红 也要吃香 他吃点子 他只烧到一手好菜 他泡到一手好口味 我都给他吃得到 我带我们来看他 他也煮饭吃完了 李秀莲的手艺好 而且点子多创意多 但这些只有少数私交情赌的朋友才知道 他有很多点子 然后好像说 有一次好像是想说 你们可以试试看 吃那个火龙果的时候 要蘸酱油啊什么 有很多 我们就觉得他蛮有趣的 他讲到煮菜 他一出菜 最出名的就是醉鸡 做到要冰冻 冰冻不是放在冰箱 因为浪水的时候 他在冬天的时候 他总放在堂里面 会冰冻 天然很好的 放在外面 在浪水啊 你又冰了 是 生长在传统年代 传统家庭的女性 一般都会做菜 女工 但吕秀莲特别有慧根 尤其在为美丽岛事件坐牢的岁月 吕秀莲更展现刺绣 勾毛线的好功夫 作品包括女用手机包 晚宴包 披肩 乃至连身的针织衣服 无论设计 剪裁 都拥有职业水准 坐牢以后 什么人也不能见人 抱嘴也不能看什么的话 我姐姐怕我发疯了 她就带一堆毛线给我 那时候只能给勾针 因为勾针比较粗 她怕我太吸引针 我会一直杀 就讲半天 就只给我一支勾针 然后一堆毛线 各种颜色这样 然后再加一本日文的书 我就一边看图案 就一边摸索摸索摸索 越多越多 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手工不好 冬天冷的时候 就想到黄信介 张俊宏 这些男生都关在我们楼下 还有高俊宏牧师 那我就说 哎呀他们男生很冷 我就勾袜子 他勾我一件 我不太记得她是哪一年 送了这件毛衣给我 那因为这样 我觉得她这样 一针一针的这样子 打那个毛衣 而且打得好漂亮 我就 接到这个东西以后 我就那边就哭 就是很难过 这些上头秀有人权英文字样 吕秀莲英文名字 以及台湾地形的拖鞋 曾经在党外受难家属竞选时 成为义卖募款的纪念品 另外一位母亲属鸡 她以十字绣 绣出一只老母鸡 带着四只小鸡 代表家里的四位兄弟姐妹 空白处绣出大大的 好久不见四个字 当年吕秀莲的妈妈收到后 立刻嚎啕大哭 细心又细致的吕秀莲 还会利用监狱里的小草 压制成圣诞卡 在狱中百无聊赖的日子里 吕秀莲最大的寄托就是写文章 问题是每天写作的内容 都要交给预方检查保存 以确定思想正确 因此她不能畅所欲言 余秀莲决定利用卫生纸写作 原本字体很大的习惯 必须改变 尽量缩小字体 然后再藏进棉被里 我自己想说 我的形体让你拘束 我的心灵你管不着 我想什么我不让你知道 那你我早上写了 白天起来你晚上给我拿去看 我想想总有一种纸 用过你不会看吧 卫生纸 卫生纸多难写 那时候卫生纸很粗糙 没有桌子没有椅子 用那个脸盆 塑胶脸盆翻面倒过来 一点点凉 那可是我四面还有监视器 我被发现得不得了 所以又要躲着监视器 居然是半夜三更 把这个卫生纸揉一揉 塞到棉被里面去 所以那个棉被又软软的 卫生纸也是软软的 对 很大的东西 然后那牙筹也送出去 还是等夏天到了 那我就跟我姐姐讲说 那个厨房太窄了 那个棉被太闷热了 我就问说 先打报告 我说棉被可不可以送出去 就送出去 吕秀莲在狱中 一共创作了四十多万字 除了人权哲学的论述之外 更多的作品 是和她法政素养无关的 两性关系小说 像《贞结牌坊》 描述的是传统贞操的观念 另外中篇小说 《这三个女人》 2008年被电视台改编成 八点党蓝戏剧 使我明白一个女人 除了可以是贤妻良母 也能在厨房和卧室以外 寻找到一片天空 这三个女人 描写的是 三位大学同窗好友 毕业后 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 一位是未婚单身 生活多彩多姿 一位是首寡三年 陷于对丈夫的爱恨往事 而另一位则看似拥有一切 却失落了自我 在真实世界里 不断错失谈恋爱机会 跃见女强人气势的吕秀莲 虽然曾经有过爱慕者 手捧99朵玫瑰 外加24辆凯迪拉克大轿车 到总统府前大胆试爱 也曾经有过外语老师 在演讲的公开场合表达爱意 我在这边等了快一个小时了 甚至追着吕秀莲公开的行程 一路要签名抢拍照 利用大型广告看板求婚 但吕秀莲早将自己的情感 深藏心底 更主张 婚姻不必然是女性唯一的选择 谭总的婚姻对某些人是需要的 对某些人是适合的 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是既不需要 也不适合 苏格拉底有一天 带她的学生在卖钱这样子 她说你们现在给我走上去 每一个人回来给我摘一串 卖水回来 恩子记得只许摘一串 看谁摘的最大串 大家就看到就抓抓 苏格拉底每次看出 可能后面还有个大串 看来看去 看到最后空手而回 那个故事也给我很大的歧视 就觉得人生路那么长 你认识的人还很多 还很多你没见到的 你不用伸手去摘 他一直在等待 那个时候 您可以形述说 那后来我就觉得 其实苏格拉底不摘了 等于所有的麦子都是她的了 没有公开的情感 没有走过婚姻 吕修莲一生投入她最爱的外交 女权和政治 1995年 联合国创立50周年纪念日 吕修莲花了100万 在纽约租了一条游艇 挂着超大的布条 上头写着 欢迎台湾加入联合国 游艇就停在联合国大厦前面的河面上 相当醒目 95年是联合国创立50周年 那我是陆海空包围联合国 就是踩一个策略 这个海就这样 因为联合国大厦旁边是Easter River河边 后来我就租了一条船 那条船上面挖一个 banner 就是一个帆布写着 欢迎台湾加入联合国 那每天跟他讲好 只能募到5000美金 租了一点半 十天大概是十天 每天啊 联合我开会的局限 那条船就在那飘啊飘 那就是玻璃帷幕 所以任何一个角度 头一看你就看到那条船 所以大家就看 哦 台湾还没加入联合国 然后我又包了一个飞船 在天空上 也是写一个欢迎台湾 那条飞船就在妈妈等上面 飘台飘去 所以台湾可以看到 他曾经主办过世界妇女高峰会 邀请七十多国 四百多位女性领袖来到台北 盛况空前 她的人脉也很广 1994年的世界妇女高峰会 本来不会排到台湾 可是突然间好像是西班牙 还是哪一个国家 她说办不下去了 不想办了 那就要开天窗了 那他们总会方面就赶紧找几个 可能接的国家 可是时间已经很紧迫 不到一年的时间 根本很难 所以她就承担下来了 找很多女性的领导人物 都是什么总理啊 总统那个层级的人 也有一些国会议员 所以一下子就找了七八十个人 很热闹 那办得非常的风风光光的 一九九五年 李秀莲打算筹组台湾妇女代表团 到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 果然遭到中国的阻饶 索性提前在台北举办 世界和平妇女高峰论坛 邀请各国女性政治领袖 和军事专家与会 然后请大家将大会中的结论 带到北京 另外她还串起 环太平洋二十六个国家 组成民主太平洋联盟 而且担任创会会长 2008年 全球性组织 国际职业妇女协会的台湾总会 也是由她发起 行动派的李秀莲 做事总比别人快 比别人急 一般人要跟上她的脚步 不容易 她就是有很多想法 所以她就往前冲 那我们就一大堆人在后面 跟她跑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好累 跟她 有人说她很难相处 主要是因为 她有很多的想法 然后要推动 那要跟着她一起做得那么好 是不容易 所以压力也很大 所以她又是快人快语 单刀直入 她有时候她看不顺眼的 她就会 就会讲 她不跟你搞那个 客套的 非常出色的一个 如果我们在路上 里面 和政治里面 她是意识非常不错 我说她的忍性 很重要 忍性 有认真 又聪明 又自信 然后又有冲进 又有忍性 这个了不起 打败男人 笔下女性 抱持追求第一的意志力 李秀莲成为法学专家 文学作家 也是政治家 女权运动者 允文允武的李秀莲 被誉为台湾难得一见的才能 也为自己撰写出 难得一见的人物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